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直到我去了香港,我發現我遇到的大部分香港人去過的台灣的地方都比我多 然後我就有一點就是小小的羞愧 就我覺得我除了普通話,我還有什麼可以贏得了你們呢? 我身為台灣人的尊嚴有點受到了挑戰 所以你看我今天已經準備好我的菲林 我要跟我朋友去哪裡? 墾丁 我遇到的很多香港朋友大概有八九成都有去過墾丁吧 然後甚至還騎過摩托車 我是一個沒有騎過摩托車的人 好,我們這次呢,準備要去看一些可愛的小動物 非常難得的,我昨天晚上就已經說好行李了 感覺南部應該超級熱 Option 1 Option 2 Option 3 哪一個呢? 啊!我感覺沒有遮陽,真的會遠地熱死欸 好,那我現在要準備出門去坐高鐵 Are you ready? I am so very ready 歹抱手龍踏出台北的第一步 掌聲鼓勵 我們現在在高鐵上了 現在的時間是10點51分 亮的格式 我現在準備,前往墾丁 希望等下到墾丁的時候就不要再下雨了 好的,我們剛剛到了墾丁路徑 但是,就是你知道台灣的天氣怎麼喔?不穩定 來的路上就是從大晴天 我們開始遠遠的看到對面有一塊很大片的烏雲 我就心想說好了,等一下要下雨了 然後我們一下車就真的下雨了 而且是下很大的那種 所以我們現在先逛一下鄉平區喝個咖啡 然後等雨小一點我們就去看梅花路 這裡的話日常門票一個人是200塊台幣 如果你在K路或是KK Day上面的話 還會有這種全家餐或是雙享餐 那如果你是跟一群朋友或是家庭來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 就是可以多一點東西玩 然後比較便宜這樣 兩張全票 好 這邊400塊這些 喔 飼料裡面會發起 就不用再另外 你是要在逛他們的商品區怎麼辦? 我覺得我快要吸心瘋了 欸我覺得很可愛耶 你知道你買了這個 你還可以什麼抽蛋呢? 聖誕節的抽蛋 聖誕節很可以耶 而且我覺得這盤是有質感的 很Q耶 你要買嗎? 還可以耶 我覺得你好像會帶回家 我家有很多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日本玩過那個扭蛋 我有一段時間很喜歡收集那個 就是下巴很寬的動物 叫什麼互斗星球是不是 然後他們也有這種類似的 像扭蛋的小公仔 它有這種比較卡通化的 也有這種比較真實版 那這隻真的很可愛 我覺得我們兩個的喜好是差不多的 我們喜歡這種 寫實的嗎? 我們喜歡寫實派的 我們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周邊 像是這個是手機收納套啦 那鑰匙 鑰匙 對不起 它不是手機 它是鑰匙收納套 草帽啦 這是那個開運手環 只要是跟開運相關 我都會很想帶回家 那你之前買過真的有開運嗎? 有啊 欸你看我這裡水晶寶貝買的 我的股票最近很不錯 真的假的 哈哈哈哈 我們剛好今天趕上了跟這個美美子雙麒麟 他們在墾丁路徑這邊有一個夏日快閃 在咖啡店啊他們有一個窗戶 然後看出去就是水豚了 所以我們兩次在正前方前就有兩隻水豚在吃草 超可愛 好可愛 他們真的好厭世喔 其實做一隻水豚好像真的蠻幸福的 這隻他們也是無腦可以跟著前面的人幹嘛 對 因為剛剛 因為剛剛我們聽說水豚是一個 就是 團體性的 一個動物 所以就是只要有一隻做了什麼 其他人就會跟著去 例如說有一隻往那邊走 其他人就會跟著往那邊走 但他們說他們會躲遠 好聰明喔 有聰明 有聰明 另外我們還有點這個雞蛋糕 喔 是不是很可愛 是一隻水豚的樣子 蠻紮實的 好 這杯叫做芒果愛綠茶 你們看不到裡面 但它喝起來就是 芒果綠茶 裡面有果粒的那個感覺 OK 等一下 我們 你可嗎 真的很近距離耶 真的超近耶 快點去看 你會追上嗎 OK 你會追上嗎 OK 著馬上吃 你會追上嗎 麻煩會吃 黑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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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她吃嗎?有她吃嗎? 她...她...她拒絕我 這個呢就是全家菜 欸你小心你不會焗太光 這邊還有一個媽媽育嬰室 就是有剛生完BB的或是在懷孕的陸媽媽們 欸?嗯?嗯? 這裡還有一個硬汗會水 愛打架的朋友都在裡面 你看我手上沒有食物就不理我 嗨! 呼呼呼 我們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的梅花路園區的部分 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跟梅花路這麼近 來! Say hi! 嗨! 這個社會是非常現實的 你手上有沒有食物 就代表著你在陸群中的社會地位 我們在陸群中另外也叫做四重溪溫泉公園的卡比園區 然後這裡有更多的水豚 然後據說這邊的水豚就可能再更爛一點 剛剛那邊的水豚可能還是你知道 就是會社會化一點 對他們有被社會洗禮過 然後這邊呢就是更活在水豚的世界裡面 他們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 真的! 他們不要理我們 突然發現他的屁股是開關的 嗯? 水豚如果開鮮的話 他的毛就像這樣炸起來 我們看公墓嘛 就是看他的鼻子 他如果是公的話 他會突一塊氣味線 這隻沒有 這隻沒有 我現在呢到我們今天住的酒店叫做日日旅排 沒錯 我們的房間號是2000 所以如果你有來的話想要住這一間 可以問他 我現在走進來呢 右邊就是應該說梳洗的地方 然後有分兩個水槽 所以早上可以一人一個 不吵架 再走進來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像是客廳的位置 然後他的樓頂這樣的高 走進來的話 這邊 就是廁所 大家覺得這是歐洲還是澳洲的風格啊 然後他們說這個啊 窗戶如果天氣好的話 晚上是可以看到星星的 從房間上面看下去就是這樣子 不看到我們從這邊看出去 就是大海了 哇 美到不行耶 來 我們等一下出去看海好不好 好啊 我覺得好像有點美 我旁邊這位呢 昨天離開了他的工作 太好了 我要出去玩了 你很開心是不是 為什麼看起來沒有那種就是可惜的感覺嗎 好難過喔 每個人臨子都有風還發 期待你 期待我臨子嗎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那個金曲獎 因為今天是金曲獎的頒獎典禮 然後剛剛有一個名字 我在那邊洗澡的時候聽到 我說 他們都這樣了 是誰是誰 又是宇宙人 他們拿了最佳樂團 但我們今天天氣好像還好 嗯 沒有到想像多 就是 就是天氣不好 就只有下大暴雨 然後之後就 就是微涼囉 就是現在這個天氣 好期待喔 不知道今天 今年的男女歌手 演唱是誰 講得好像我很Follow一樣 真的 我是今天才知道原來今天是金曲獎 欸我剛剛才知道威里安是主持人 喔是嗎 哈哈哈哈 一群下鐵 今天天氣超級大爆好 我們現在吃完早餐 然後到外面的草地來 再曬一下太陽 我現在想要嘗試 可以爬到那個上面去拍照 你確定可以齁 很多人拍 好 也很多人爬 好 我跟你說現在太陽太大了 我什麼都看不到 好 欸蝴蝶姐不會很 很豐富 然後她剛剛還問我說 你要不要帶蝴蝶姐啊 我就說 妳好像不是很適合我 她就說 對我今天不打算帶出去 我看起來可能會很像一個瘋子 但我還是帶了 這是仿山芒果 很香欸 好我現在要保持她的黃金石 其把它 快點到10秒之後就會融化了 因為它沒有加 什麼就是 國膠之類的 像滑板啊 還有衝浪啊這種 他們次文化的人 就很常會下來這裡 越來越多年輕人 好像會從澳洲回來 不想要待在石區 就會來這裡 可能就像我 現在應該是30度左右吧 又破30了各位 南台灣的天氣 是不是很熱情 你先吃一口 好 先吃 我愛愛你 我愛愛你 Nice 我剛從高雄回到台北 不過這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對我來說是有一點就是 Eye opening的感覺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太浮誇了 但是 我就 其實我是一個比較少出門 趴趴走的人 然後這一次呢 一開始也是 因為收到路徑的邀請 所以我過去 體驗一下梅花路啊 水豚 欸不是水豚 水豚 對 一開始其實我也覺得 好像這好像不是我會去的活動 但我後來轉念一想 就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去到 就是台灣的其他地方 加上我知道我的頻道有很多香港的觀眾 所以我也在想 會不會可以趁這次機會 介紹更多就是台灣不同的景點給大家看呢 從高雄回來的路上 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 我就說哇 我這次兩天一夜的 就是南台灣之旅 原定的行程啦 unexpected的行程啦 遇到的人啊 吃的東西喝的東西 這兩天 我是就打從心底的覺得 好像 就比我想像中更開心 我講認真的 我有點被激起就是 喔我以後要不要去多一點台灣 其他地方玩什麼 我也沒去過南投 我也沒有去過台東 我好像也很久沒有去花蓮了 雖然我不是一個很專業的 Travel Vlogger 但假設我可能 就以後真的 有去然後有拍Vlog 然後有更多可能 香港的朋友 因為這樣子所以 下次來台灣的時候 有多一個新的地方可以去 好像 也蠻棒的 是吧 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感謝你講了這麼多 but anyway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影片啦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